首先 德哥 先帶我們來看 這一台Bentley Firesburg 其實在車展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 我只可遠觀 真的好可惜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讓他 來到地球黃金線 從細節來看 對 坦白講 我拿到這個Bentley的鑰匙 你會覺得能夠成為成功人士 真的是很幸福 你會覺得想要勵志 成功的時候買一輛 對 給自己一個動力 好不好 其實我入行的時候 末月20年前 我最喜歡的這種高級房車 是什麼車 它是Bentley的Arnaje R 為什麼 我覺得那個樣子就是 有一種古樸又充滿了速殺之氣 你只要穿著西裝 戴個墨鏡 你就覺得站在車旁邊很體面 很體面 對 那新的Firesburg 它其實有幾個含義 我們可不可以先告訴大家 就在Bentley裡面 它的產品定位 對 其實它算是 因為它上面還有一個 最高級的旗艦叫Moussang 它等於是二哥 可是你會發現新世代的Firesburg 它某方面已經有點躍進 它可以跟大哥並駕齊驅的 因為Bentley有個特色就是 它在Logo的部分 只要是有Logo 就是表示它是旗艦的車型 你看它是力標 對 它是力標 而且對 它的力標 還有一個LED燈 而且你知道這台車它其實出來 它有兩個含義 因為2019是Bentley建廠100週年 那在1959年的時候 Bentley其實已經打造出一台 就是性能的跑房車 它是S2的Continental Fine Spur 那現在這一款 它等於算是第三款車型 所以它等於某方面融合了未來 跟古樸的元素 而且它真的在車頭 也融入了像Continental GT的元素 它變得又更年輕 對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頭燈 第一個你看到它的頭燈 它是金鑽的水晶切割頭燈 這個頭燈真的要細看 對 而且我覺得 它等於是從它的概念車 也就是EXP 100 GT的那個樣貌 整個融合到市售車上 所以在不同的角度看 你都會覺得它的頭燈 真的是Bling Bling的 而且觀眾朋友 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它的頭燈是水晶切割 你現在看到 因為它是亮著的 所以當然就非常的光彩奪目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個頭燈沒有開 我們那時候特別拍了一個 對照圖的跟我們來看 就包括它不開的時候 因為這次頭燈裡面 已經加了鍍鉻 所以你就會覺得說 它即使在沒有這種 太多光源的情況之下 它自己還是閃亮亮的 旁邊你看到的橘色 其實就是它們的Continental GT 兩個對比之下 你有沒有覺得真的 Friest Virtual更亮一點 有沒有 就是Continental GT 你會覺得帥氣 但是它又多了幾分的沉穩 所以我覺得這一代的樣子 算是很成功的設計 而且你會發現在水箱護照的設計上 因為一台車要彰顯那一種大氣 開闊的感覺 它的水箱護照的造型很重要 而且它面積體都會大 而且你全油門在路上衝刺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好像在吞噬入面 而且你知道Benley 它其實是個很悠久的品牌 而且在1924年 它第一次贏得利曼冠軍 然後1927到30它是年霸 那最後一次是2003 所以它等於有很淵源的賽車歷史 所以它把早期的賽車那一種 你看 這裡 對 引擎蓋 因為它可以側翻 所以它把那種元素也放進來了 所以在視覺的張力上又更好 要麻煩中夷幫我開一下引擎蓋 好 那我們要講一下 其實以現在大家都在講說 這種豪華車 當然而鋼數上還是有比較多的 它是W12 12鋼的車款 而且你知道它之前其實就已經有W12的引擎 可是它是新世代的引擎 這顆引擎主要差在哪 它除了本體是W12以外 它已經換上了缸內直噴 那這台車我沒開過 我之前有開過Continental的機體 你知道635匹 它的扭力有91.8公斤米 你再一關上它的引擎蓋 對 然後它就會 它就具有防盜的功能 因為你知道嗎 講到這個力標 我順便再講一個故事 其實我們知道 勞斯萊斯的歡慶女神 它的力標設計叫做 就是你不可以拔嘛 對不對 Challis Schaiker設計的 那其實Benley的Flying B 它是1933年一樣委託它設計 但是只是我們今天來這台車比較 它裡面還有LED 所以它翅膀會發光 真的 它會發光的力標 好漂亮Flying B 那我們再來看到側邊線條的部分 其實說真的 我當時在車展看到了Flying B的時候 我一度以為 它可能要來到地球黃金線有點困難 因為覺得車型特別的長 後來就發現它實際上的尺碼之後 就發現原來是因為它的輪胎 特別往前 所以我們總覺得說 它的這個好像身體很長 事實上還好 對 因為它的軸距 雖然長達將近3.2米 可是因為它是四個輪子外裝 外裝 這樣的好處就是說 它在運動性會比較好 而且你知道嗎 這台車已經選配了22吋的胎圈 你看它只動了 前面的卡鉗是實活塞卡鉗 而且它的碟盤已經到420mm 所以除了它性能好以外 它在自動力跟操控表現上也很出色 而且它 我剛才引擎肉講一個 它在巴速的時候 你如果3000轉以內 它雖然是12缸 它有氣缸靴子 而且它還有48V的電動性 所以它其實在真正到了高檔的地方的時候 它其實是比較省油耗的 對 其實是省油耗 而且你會發現它在側面線條也很美 因為它的車體 它的板件 是鋁合金高壓塑型500度 所以把它插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立體的折線很漂亮 那因為每個環節都讓你很讚嘆 很讚嘆 這台車我真的超喜歡 你知道 但是你會發現它四輝 這也有一個B的一個印象 就是發音B 那因為它未來還會有一個八缸的車款 所以今天來的是旗艦 所以它下面還有一個W12 而且你看它的立體折線 包括它後面的這個腰線 那個層次很鮮明 這個車一定是後座買家吧 德哥 其實自己開跟後座我覺得都很棒 你一開車門 你看看地上 你看看 你看看 而且你會發現 它上面寫一個B對不對 就是跟它的鑰匙一樣這個Logo 但是2019年是一樣 2020年全部換成發音B 就是有翅膀 所以那個骨骰感覺更強 而且我必須要講 它的亮度真的讓我覺得很驚訝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通常要按場 你不必要拍得出這個效果 我們今天燈光全亮的觀眾朋友 第一張你會看到 這麼光亮的B就在那裡 對不對 而且在綜藝入座之前 我先簡單講一下它的座椅 你知道Banley是我參觀過 所有高級品牌工廠 我覺得手工精緻度最高的 它的內裝 等一下 請問有比勞斯萊斯更厲害嗎 我覺得比勞斯萊斯厲害一點點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原本1931年到1998 兩個是同一家公司 但是那個老工廠在Crew 已經被Banley拿走了 所以勞斯萊斯才搬到Goo 所以那些資歷更深的技師 現在等於都在Banley這裡 對 除了資歷更深 你知道它的座椅 它的內裝是1000個功能 要花100個小時去組裝 那個皮革是要挑選 沒有被叮養的小年 因為勞斯萊斯跟Banley 其實說真的 包括在木料 石木 還有在這種皮革加工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真的就是高手中的 高高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車門旁邊這裡 德哥 這一台因為有選米勒套件 對不對 所以你看全部是這一種 有沒有 立體的 而且你知道我去的時候 他在刨木 你會覺得 現在什麼時代哪有的人在刨木 他在做那個飾板 他刨到0.0幾 內裝用到的時候 對 然後他用那個烤爐 真的烤爐去烤 烘出來 然後再黏到那個鋁合金板件上 所以你會覺得 他連內裝的施工都這麼細 難怪要1000工人 花100個小時去打造 好 那德哥 你麻煩來這裡 我要進車內了 好不好 我現在發現你的後面的座椅的部分 又比較往前 是因為它可以躺下去 對 它就會讓你覺得 很像自身在頭等艙一樣 對 而且還有冷暖空調的通風裝置 對 而且我們這台車 你會發現後面中間的 就出風口上面有一個 12.3吋的觸控液晶顯示幕 除了這些以外 你前面就是後座的前面 還可以選配就是9吋的 液晶顯示幕 對 所以看起來 其實在影音娛樂上都沒有問題 好 那這個影音組之外 其實在我中央扶手車裡 除了有杯架 然後有置物的空間 然後有充電之外 其實它還有點煙氣 我覺得非常可愛 另外還有個冰箱 對 對不對 你看 而且你看 你的車門旁邊 還有個煙灰缸 但是我覺得那已經像經典了 這是選配的套件是不是 對 大家一般捨不得拿來彈煙灰 但你看中間這個冰箱 其實剛剛裡面還裝了水 然後你說除了裝酒之外 然後杯子 然後都可以好好的 穩穩的放在這裡 是很尊榮的 對 而且你知道 它在晚上開的時候 那感覺更棒 它那個氣氛真的調整到 你整個就覺得 每天心情都會很陶醉 而且皮革好柔軟 好柔軟 對 因為它是頂級的牛皮 小牛皮 不能有瑕疵 不能有瑕疵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你看 坐在這裡 我覺得 等一下我們是不是還有高級音響 可以享受 對 因為它在音響的部分 它是NIME 就是幫它選配的 2200瓦 19支喇叭 待會我們實際播放聲音給大家聽 我其實剛才在錄影前 我已經先懂字懂字了一下 我整個身心舒暢 連你坐在這裡 椅子都會感受到 那個中低音的部分 很有感覺 好 我們看到處處都是細節 然後你可以透過這裡來調整 讓你的座椅完全的 再倒一點 對 或是坐挺 對 好 我好羨慕這些老闆媽媽 真的 每天出門都是這樣 有錢真好 加油 好 再看到其他 包括尾燈的部分 一樣有鍍鉻 一樣很亮 一樣是B 對不對 而且你知道 我們有一個開闊的車頭 在車尾的線條 細節上也要很講究 你會發現 它其實車尾看起來 就是很跑格 它有一點點像寬體 因為它有一個層次鮮明的腰線 那再來就是 在尾燈的設計上 它因為 它因為發音B 就是Banley的一個LOGO 所以你會發現 它除了金鑽式的切面以外 它的尾燈看起來 也像一個B字樣 而且因為這一台Find Sprint 它是2019的時候發表 所以你會發現 它後面的LOGO 有一個1919到2019 100年 對 而且你把這個打開 就往那裡按就可以了 對 它的行李箱的 那個開闊感跟質感 真的我覺得很少有車 能夠跟它抗抗 這個如果高爾夫就去橫放進去 就沒問題了 對 還可以塞人 很方便 誰想在上面塞人 德哥每次都愛開玩笑 我們進去車內 因為整個車室內的質感 就是德哥覺得極盡奢華 但同時有細節講究之處 處處學問 其實學問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我坐在這一台裡面 我都不想出來了 而且你知道 真的 你看 這12缸引擎啟動的聲音 多麼甜蜜 而且你看 它螢幕還具有翻轉的功能 就是它會讓你覺得 它真的就是一台高級車 重點是 這一台車它在安全的防護上 它應有盡有 而且你會發現連方向盤 都會讓你覺得很細緻 它包括像它的電熱功能 它的A-DAS功能 它都把它集中在方向盤 這些開關 對 就是使用上很舊的手 因為英國高級車 它的出風口 一定是用撥桿式的設計 對 所以你會發現 對 這一台Find Sport也一樣 而且它們中間 一定要有一個時鐘 我特別喜歡它的排檔桿 為什麼 它握起來很像 國王的那種權杖 它上面還有一個B 除了這些以外 我們給大家聽一下它的音響 剛剛就說了 已經讓你先懂之... 對 我的椅子 妳就整個那個氛圍真的很好 真的有 好開心喔 你就覺得坐在這一台車 好像每天都不會有什麼 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那種感覺 對 而且你知道光這些功能 這些防護 你會覺得除了一種 尊貴的象徵以外 你看在路上 會有十足的優越感 好 我們要看一下 你說好 整個細節 一樣是皮革 一樣我們看到覺得有鍍鉻 但為什麼它就給你 完全不同的感受 因為除了設計感以外 再來就是工藝 尤其我會建議 如果你打算買Banley的朋友 你真的可以抽空去Crew看一下 因為我會覺得 你會參觀過他們工廠 你會對這個品牌更有共鳴 除了一進去 你會發現那個老師傅 那個手的繭 大概都比我小指還厚 它在縫這方向盤 然後再處理這個 菱格紋的皮椅 你光看的時候 你已經會感動 再來就是我說的飾板 還有包括這些鋁合金的 這些飾條 它真的不是用機器去沖壓的 它這種手工慢慢去磨 去削 然後你整個看起來 你就已經很有感覺了 然後你再去生產線 看它的引擎組裝等等的 所以你就會覺得 這真的是一台好車 對 我們就說了 對應價格 因為原始售價 就1400多萬了 觀眾朋友一定會想說 而且它又是12缸 那個排量又大對不對 然後就想說 這個養車成本等等 可是我們剛剛問到了一件事 就覺得還滿驚訝的 德哥 原來它在台灣就是三年的保固 它是保養維修的部分 其實是完全免費的 對 所以某方面可能會覺得 讓你覺得這台車有點遙不可攀 但是養起來其實又沒有想像 對 他們就說搞不好 別有些豪華品牌 前三年的養車費用都要省 除非你就是輪胎 自己磨耗 煞車這些 就是使用上的耗材要自付 不然的話 竟然三年保養保固免費這件事 我覺得 讓我還挺驚訝的 對不對 好 繼續設立目標